站在孫中山棺木前 马英九严肃瞻仰 仿中第一站就选在南京的中山林 我可以说非常的兴奋 因为国父从小就是我的偶像 而且他对中国的贡献 可以说是无人能及也无与伦比 兴奋确实藏不住 马英九以国民党前主席身份 一身正装抒起油头 微微笑听导览员介绍 还点头如捣蒜 甚至几度神情激动 因为他等了三十六年 终于来到这 民国一百一十二年 三月二十八日 马英九前总统帅 马英九基金会同仁与同学 敬业南京中山林 孙中山先生毕生领导国民革命 推翻满清 创建民国 到今天已经一百一十二年了 偷偷藏着这句马总统 马英九先生祭祖之旅 没忘秀一首招牌书法字 落款时虽然没有提到中华民国 但也罕见的用民国纪念写下百十二 改写孙中山的和平奋斗救中国 九十八年后马英九提出和平奋斗 语气机动上扬 如同不顾反对踏上中国 尤其马英九是由国台办副主任接待 接机时也没有铺红地毯 遭质疑矮化国格 但当事人不这么认为 非常满意 超乎预期 在紧张的两岸关系中 马英九试图打圆场找共识 静新闻综合报道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静好新闻